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他說 你要把阿嬤先把床搖平 拉到最高點 然後呢 腳要先高 然後他才不會說上半身一高 整個人又滑下去 因為醫院都會有這種床 病床就是這種床 只是要懂得他使用 他懂得用啦 是 醫師講到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先把腳搖高 所以他這邊也會有腳搖高的 然後再把頭搖高 那還有一個重點是 因為家裡面是買的 醫院是固定尺寸 那家裡面是買的 所以家裡面 我們第一個一定會請他去量 這個距離 跟我們使用者的距離 那我們確實真的有遇過醫師講的 他買的這個超短的 人180公分 很高 所以不管你怎麼把頭搖到最高 他都起來的時候擠到剛好 這個就是麻煩的地方了 因為輔具是不同人 就像剛剛那一個啊 對我來講好大 對 沒錯 不同人不同身型 需要用到的就不一樣 其實不管是在選輔具上面 跟選這樣跟電動床來講的話 有一些很不為人知 你們都可能不曉得的一個秘密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父親他開刀要出院 出院他可能必須要靠電動床 因為他腹部有傷口 必須要靠電動床 結果他選了剛才我們看的 那個白色的 然後給他父親 他父親堅持不要 問他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不說 結果後來他的媽媽 偷偷跟他講說 你爸爸說睡那個床 並不會好 並不會好 為什麼 因為他迷信說睡病床的 並不會好 所以他後來就要挑一般的床 啊 天啊 就是這一種 沒錯啊 他後來終於同意囉 然後再來第二個重點 就是要裝扶手了 扶手的時候 他爸爸又堅持不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不裝扶手呢 他說不行 因為這個磚洞啊 這個磁磚會破啊 什麼的 就他就信以為真的 這真的就不裝 然後去買 我就推薦他去買 那個吸盤式的扶手 結果他後來又發現一個問題 他的這個 這個同袍兄弟來的時候 就當兵的同袍兄弟來的時候 他就偷偷先把那個 踩起來放到裡面 然後表示他我很健康 我都不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尊嚴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其實在學員扶具 就除了考慮到使用面上面 還要考慮到老人家的心理上面 其實在扶具裡面 大概最容易挑錯的 大概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輪椅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洗澡椅的部分 第一個三個就是住行器的部分 這三個是最容易挑錯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了解 你的病人 或者你老人家的一個心靈的時候 你很難去挑對一個 真正符合他所需要的東西 而且很多種 你剛剛介紹就有兩種 另外還帶來一個雨傘 因為現在很多的老人家 為了怕別人知道他的膝蓋不好 對 像我認識一個阿嬤 七十八歲 他這個膝蓋有股是要一個骨刺 他就拿雨傘來支撐 可是你作為他的兒女 你會不會擔心他拿雨傘來支撐 會 他很容易會責斷 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是他真的太陽很大 他把他撐起來 遮太陽下雨的時候 來 請問兩位這個美女 路更滑 下雨天 路更滑 這樣更擔心 這樣有什麼問題 更擔心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他就知道 對耶 原本撐在手上的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然後變成拿起來撐 沒錯 對 打雨 而且我們要記得老人 他平衡感 剛才我們這個治療師就講 平衡感會不好的 所以當他在行走的時候 會發現他會不穩 會暈 會歪斜 所以他其實這個時候 更需要一個支撐 這個時候 在這個雨傘的扶具上面 那怎麼辦 再把他放下來 天啊 好讚喔 好像007喔 真的耶 而且他變成 比較立刻拐杖出來了 沒有錯 沒有錯 他就是可以讓他 在支撐上面 可以更穩定 其實當初在設計 這個東西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其實在郊外 鄉下的地方 很多老人家 會被野狗追 打狗 打狗棒 你當拿了一個手上 有一根棍子的時候 其實這些狗 會比較不敢靠近你 他就一舉數得了 這很棒耶 這倒是耶 因為一般 我們拿雨傘 就是 也沒有想到說 下雨之後怎麼辦 對 尤其下雨天陸滑 陸滑了 然後他當拐杖也不是 他當雨傘也不是 剛好這樣子兩個 其實我們遇到過 那個扶具使用錯誤 造成自己身體傷害的案例 還傷害喔 還傷害了 對 因為那個病人 他是那個腳斷掉 他需要一個拐杖 在搬病 因為他還滿年輕的 但是你知道嗎 有些人他覺得說 他這拐杖可能只撐一兩個月 或兩三個月 他也不想要去買一支 他就拿他家裡面救的 對啊 他就拿他家裡面救的有沒有 家裡之前用的那個人很高 他比較矮 所以那個拐杖一頂 都頂到他腋下 很痛 可是他又這樣撐著 那他總部不是都這樣歪歪的一遍 然後大部分都腋下這樣撐著 結果兩個月之後 他再回來的時候 他知道他什麼了嗎 他這個地方非常劇動 因為這個地方有很多的神經 跟血管 他這個神經一直被壓 壓到這個地方 整個腋下都很痛 另外他更慘的是 他壓到靜脈回流不了 他這隻手竟然比這隻手腫 腫了一點五倍 因為他是慢性的 他一直沒有 他也沒有一開始 也沒有什麼注意 他自己在發洩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靜脈回流已經受損了 因為正確的腋下拐 使用應該是一個拳頭 放在我們腋下 還有個空隙 然後他是靠腋下拐 雖然他名字叫腋下 是代表他的高度到腋下 但是真正出力是靠兩隻手去支撐 所以腋下拐的高度 跟比如說哥哥是180公分 哥哥弟弟160公分 弟弟就拿了180公分來撐 他就有點像那個 布袋錫那樣被撐起來 那這個腋下撐久了 手會把那個抑神經撐到 他可能手會麻 那個手抬舉的功能會喪失 或是壓迫到神經血管 他可能手會麻 這些情形都可能會發生 像正剛他帶來的這些都非常漂亮 然後可能子女買回去 媽媽很開心 可是他忘記跟媽媽說 這個可以調高度 你看正剛的這個普俊 他是可以調高低的 你看一個洞一個洞 不是裝飾用 他是為了每個人的身高來調整 我以為拿來吹消 吹笛子 一般來說 你先撐一下 試試看 我看你的高度 好 你說這樣嘛 所以如果左手的人 其實他就要買不一樣 他有左手型的 所以他是支撐型拐杖 所以他有左手右手嗎 有他有分左手右手 一般我們的拐杖 大概分成一般基本的 就是握手型的 他那種就是屬於安全帶 我們叫行走的安全帶 那這種支撐型的就是 我們當我們真的身體有重量 要靠他來做支撐的時候 使用他 所以他是扶持式的 像你在這樣使用的時候 高度的話 他其實是差不多 其實可以再稍微短一點 因為一般我們在使用拐杖 最好 最適合的角度 大概是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間 手大概三十度到四十度這樣 比較容易的記的技法 站起來的時候插口袋 插口袋 插口袋 我把它調低一點 你試試看 你手來支撐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也都算很簡單 就可以調了 對 你這樣支撐 記得要調 最怕是忘了調 忘了調成嗎 我們有那個阿嬤 他就買了一支 因為原廠的 他就把它縮到最短 所以阿嬤就是從 阿嬤本來是站高高的 他就站著這樣來 就為了遷就他了 你怎麼了 他說我腰痛 我說你為什麼腰痛 你不是本來不腰痛嗎 你是膝蓋痛 他說因為我拿著柱形器 太矮了 所以你看喔 如果這個對王醫師來講 就是小孩啦 王醫師希望變成能暫停就要暫停 然後他就像保人家的 能不躺就要坐 能坐就要站 然後能站就要走 結果他變成能走 但是他是屬於彎腰頭背走 就是越走越痛 腰越痛 真的 所以這個要注意 這個好東西要懂得用 像很多我們的長輩 其實他在年輕的時候 都有閱讀的習慣 其實閱讀是可以讓我們這個 人的這個腦力的 智力的這個退化 會減緩的 所以他但是他到一個年紀大的時候 他可能發現他因為老花 發現他在看字的時候很辛苦 他慢慢開始不去閱讀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阿公是拿著一個 放大記憶的時候圓圓的那樣 然後就那邊看報紙 他每天到八十幾歲都會看報紙 可是就是圓圓的他要一直動 然後感覺很累 對他看得很難過很辛苦 所以他們設計的就是可以讓你看 一整本書的一個這個大度 尺寸 當我們再可以看一本書 再配合這個閱讀架的時候 我們的長輩怎麼樣 他就可以輕鬆的閱讀 第一個手不會痠 第二個看的時候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可以協助到我們 可以在閱讀裡面享受的樂趣 往往老人退休 待在家裡整天這個胡思亂想 不如讓他有一些書來看 不然他就被電視看了 真的 所以你看這個也是一節一節 可以調的 沒有錯 他可以調到任何的角度 其實現在在政府 現在還蠻不錯的 就是很多的這個公家機關 或者是一級的教學醫院 他們在都有設置這高齡友善區 當我們老人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去銀行 填寫一個提款單 有有有 旁邊會放一些老花眼鏡 現在已經慢慢開始改 開始改成這種了 真的嗎 他開始寫這樣子 因為老花眼鏡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可以經由這樣的方式 在他填寫的時候 現在我們都已經不填寫了 讓大家看一下小童的小超 你看 好清楚 有沒有 這樣子 而且這樣老人家看起來也很方便 還可以放大到那麼多 對啊 你看看 好 可是我們剛剛提那麼多 每個人身體狀況不一樣 金錢能力各方面都不一樣 然後退化的程度 或者需要的程度 跟家裡的環境不一樣 像其實真正需要的話 是要去找評估對不對 評估的專業人員 其實現在就是政府有所謂的輔據評估人員 你自己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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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評估人員其實最重要就是 除了身體的功能 然後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還有他使用的環境 然後以及搭配他其他所有有用的設備 那在就環境的就是整體 大家看完之後就是會給他建議 當然還有包括個人因素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洗不洗 個人喜好的部分 那就環境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張圖 大家這個舉例 這個是一個居家的意識 大家就覺得還蠻熟悉的 可能跟家裡面是有點像 那如果我們現在在場的人 應該就是觀眾朋友看都覺得 現在自己用好像還OK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想像一下 如果現在我是一個 可能就是剛剛講說第三 我在居家要用拐杖 行走 我不用拐杖可能不太行的 這樣的使用者 那我用這個玉石會有什麼問題 我先說那當然是把毯子跟體重機拿走 小童還有咧 沒錯 體重機一定要搬走 還有毛巾掛那裡 可能也不太好拿 還有這裡吧 這裡的門 就是說我們的浴缸有沒有 這個會不會跨不過去 對 沒有錯 其實大家第一個看到 馬上就是腳 發現腳步 因為我們都覺得拿著管道 一定是已經有一點不穩了 所以就會覺得說 它任何東西踢到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隱藏的危險 那個毯子要先拿掉了 是 其實還有我們沒看到就是門檻 因為大家會忽略說 我們的浴室常常是夜間都會進去 夜間常常就是我們視力也不好 然後人又不是那麼清楚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的老人家會忘記抬腳 對 他就跨過去了 那這個時候 於是 那包括這個我們說的毯子 他隨時旁邊只要一點點翹起來 人就會踢到 這時候可能就會往浴缸 那浴缸同時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必須要大幅度的跨過去 那這樣怎麼辦 這個就只好把浴缸拆了 那就會 我們就說分level 如果我們現在還覺得 他可能覺得浴缸很重要 有的人還要儲水功能 這時候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建議他要加扶手 所以大家就會發現馬桶旁邊的扶手 那因為他的洗臉 他還可以扶 所以還ok 但是我們看到門這邊的牆壁扶手 可能就會是需要的 那跨進浴缸裡面的扶手 還有就是浴缸旁邊牆壁的扶手 可能都是需要的 那如果大家在想像 如果現在我已經是一個 要推輪移進去 要別人幫我洗澡的 大家又馬上覺得 那浴缸 門不夠寬 沒有錯 沒有錯 就是第一個我們就要考慮 是不是門寬足夠 這樣好像就不能加扶手了 我覺得就一定要拆掉了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 浴缸拆掉啊 我們提到的評估人員 就是要看這個人的身體功能 可能變化 所以當初家的扶手 一定不會阻礙到他未來 不管是輪椅 或者是變盆營 還有未來性 就是說不是只是此刻 會想到評估人員的好處就是 他很專業 他評估環境 把這些綜合評估 還要評估他人會衰老嗎 你不管是怎麼樣 你希望功能越來越好 可是人是一直老化的狀況 所以連未來這個都會考慮到 所以如果今天是坐輪椅進去的話 我們剛剛家的扶手會在牆邊 那在馬桶邊可能是可動扶手 這時候我推輪椅或是變盆營 帶輪變盆營 我就可以進去 但是我們馬上就想到浴缸 因為他的洗澡空間一定會是不夠的 沒錯 太小了 浴缸可能就要拆掉了 這個時候可能真的就要考慮 浴缸是不是要拿掉 我可以建議一點 就是說其實在這種的浴室的話 現在有一種叫開門浴缸的 他就可以避免說 我們當我們老人家在跨腳的時候 會踢到那個浴缸的 造成跌倒的部分 第二個在扶手的部分 開門浴缸就是 他這個浴缸差不多像我們人的 這個到胸部這麼高 你要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把門打開 進去坐好之後 把門關起來放水洗澡 就有點像日本人在泡那個 SPA那樣子 溫泉很高 打開進去然後再放水 水是不是要放很多 就像有一個蒸氣箱那樣 沒錯沒錯 然後他還甚至裡面還有按摩功能 很多骨科的病人都是從車座被拖出來 晚上老人家男生攝護腺肥大 可能要上廁所又怕尿在半路上 就急急衝進去 還有阿公阿嬤經濟奴隸要洗腳 就滑倒了 這要申請嗎 還是要收費嗎 沒有我們都不知道 還是打電話你們就來幫忙 對 這麼好嗎 是 那先看